花花 花花今天又遭罪了 早上起来 看见她的那个 尾巴下面那一块出来好大一块肉 然后到处弄的都是爸爸呀 然后赶紧给她送到医院 人家医生说是她是脱缸了 然后给她做了个小手术 给她塞过去又缝了两针 现在给小猫小狗看病 这费用针不低呀 这光检查然后缝了几针 就要了五六百块钱 这是大王子哥哥以前的那个 薄套 他再小了别的薄套他戴不了 娘的干啥呀 画画 回来了啥事没有一样 纸上都是点符 黑色的都是点符 不能出来啊 这两天需要隔离一下了 伤口掌一下 没有 嗯 好啦别挣扎了 穿了这个小破围套 不能出来不能出来 哎呀你看他活在的 他自由灌了 不能关一下就不行了 好啦 喵喵 你别挣扎了 还在这挣扎呢 三天就好了知道吗 三天啊 喵喵 三天就出来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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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没事儿啊 没事儿啊 你就在里面待着屋陪着你的嘛 小橘子 橘子哪儿去了 橘子来陪陪小妹妹 哦 知道了 那橘子哥哥来陪你好不好 给小橘子抱来快 让我小花花老着急 橘子哥哥来了 看橘子哥哥来了 橘子啊 陪陪小花花嘛 你陪陪小花花嘛 你说你咋给脱缸了呢 我们家的猫也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吓一跳 出来一块像鸽子蛋那么大的一块肉 医生说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有的时候小猫它使劲 使劲大便的时候就容易 来 再喝点奶吧 看着小花花就是好胃口 做个小手术回来 还能吃能喝的 不能吃太多啊 小时多餐 这一天就能喝奶了 三天以后 伤口长好了就行了 回来这会儿都换了三四个 三四遍尿尿店了 总是那个滴滴 滴滴答答的大便拉在上面 就带到垫上纸了 好了 好了吧 一会儿再喂你啊 还要喝 喝点奶没事 这里面给他放的一声菊 橘子 橘子 你那小陪小妹妹吗呢 吃饱了 好了不吃了 好了 在里面睡觉吧 睡一觉 明天就好了 就说呀 比较 好 好 我